其實是交縮在阿富汗內 令美國政府要求當時阿富汗塔利賓政府 就一定要交出這個混蛋 當時阿富汗塔利賓政府聲稱 在這件事上 你可以說是阿富汗政府的錯 又或者是美國的錯 但我覺得最混蛋是 某些國家明知道這些恐怖民族的情況下 都依然繼續跟他們害交 相信大家都知道 話說最近大家都看到 阿富汗內發生一連續的衝突暴動 甚至血腥的畫面 而且更加上星期的時候 阿富汗政府在短時間內 被一個塔利班的組織被推翻政權 正正一件事發生 就令國際社會將這件事的矛頭指向美國 更加指美國就是造成阿富汗動亂的主要原因 我當作為一位土生土著的香港人 我都明白有些香港人看到這些新聞 都會覺得夠玩 這裡的英文我全部都懂 不知為何,你選我聽吧 最近我收到很多的DM 就不斷問我究竟這件事的背景發展是怎樣的呢 YO! 各位,為了大家更加了解這件事的背景 今天就多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這件事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以及到底所謂的塔利班組織 又如何可以在短時間內推翻阿富汗政權呢 好了,我們就要開始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訂閱、訂閱 又或者加倍溫文支持我的家 如果你想要多點多點 記得按讚、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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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就立即開始了 我想先為大家簡單的考慮一下這件事的背景發展 哈囉,大家好,我是馬鈴姐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趕快來投稿喔! 首先,阿富汗這個中東國家 其實早前一直處於一個動盪局勢 基本上這個國家長期都出現戰爭、動盪等情況 遠一點來說,在1979年的時候 蘇聯曾經侵入過阿富汗 而且也因為蘇聯協助的情況下 更加成立了一個阿富汗共和國 所以這個時候,基本上阿富汗一個政權 都是間接地被蘇聯控制的 但到了1991年 正正因為蘇聯解體 就令阿富汗政權突然收取了一個外援 而令這個政權也開始出現管治危機 說時時那時快,在1992年短短一年的時間 這個政權就已經被推翻 然後更加建立了阿富汗伊斯蘭國 但正當你以為阿富汗的政府應該可以穩定下來的時候 而這個時候,一個新興的組織叫塔利班 他強烈地反對這個政權 當時正正因為塔利班組織興起 早於阿富汗出現內鬥,甚至是紛爭 而到了1996年,當時阿富汗的政權 更加被塔利班組織推翻 基本上在這個時候 都可以說是阿富汗最黑暗的統治時期 因為塔利班組織是一個極端的統治政策 當中包括規定人民一定要穿上伊斯蘭的傳統服裝 全面禁止女性出外工作 接受教育,甚至參加體育比賽 除此之外,塔利班組織更加禁止當日人民使用網絡 甚至播放西方的音樂 充分地發展出一個封閉式的古字模式 甚至對西方主義和文化的砸氣 正正因為這樣,令當時阿富汗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大倒退 感覺就像回到以前的石器時代 好聽一點就叫做反駁歸真 難聽一點就叫做民不聊生 直到2001年,美國就發生了一場911恐怖襲擊事件 成為塔利班政府統治的轉捩點 當時由一群亞爾蓋大組織的恐怖分子 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機 當中有兩架飛機,分別撞向美國的世貿中心 而引發的一個自殺式恐怖襲擊 當時美國的死亡人數至少有3000人 而且絕大多數更加平民 正正因為這件事,令美國政府甚至美國人民都感到非常憤怒 雖然說一句,加加地也是世界大國 但他竟然敢在我環頭發動自殺式恐怖襲擊 你只擺到明當我留 在這個時刻,要爆了 所以經過調查之後就發現 這個911襲擊恐怖事件的幕後主使 就是大家耳熟能牆的拉登 而剛剛得到這麼巧 這位拉登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有密切關係 當中更加發現拉登其實是交縮在阿富汗裡面 令美國政府要求當時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就一定要交出這個混蛋,拉登出來 當時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聲稱拒絕 在沒有任何政府的情況下引導拉登給美國 最後在雙方爭辭不下的情況下 美國政府最後就瘋狂地對阿富汗發動軍事攻擊 所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在短時間被推翻 然後就成為一個叫做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 然後雖然塔利班政權被推翻 但是塔利班這個組織其實是完全未被消滅的 而且他們更加在一些比較偏僻和深深的地方 繼續用一個遊擊的戰術和美軍抗衡 再加上這班塔利班組織 就從屁股走出來,搞了一些恐怖襲擊 所以當時阿富汗即使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 但也令到阿富汗當時的局勢都動盪不堪 而這個情況就維持了10年 到了201年的時候,美國政府終於取得進一步的進展 就是發現那個混蛋拉登的隱藏位置 最後經過美軍部署之後 就將因為911閘經事件的幕後主謀拉登擊斃 令美國終於可以報仇 以及對這件事的死難者作出交代 但是當時這件事就令美國政府開始在想 既然我們都報仇手拉登 我們是否還要繼續派出美軍到阿富汗駐守呢? 還要繼續幫助阿富汗對抗塔利班的組織呢? 自從這件事之後 其實也有不少美國人都會支持美軍撤出阿富汗 再加上根據美國國會的研究報告指出 自2017年底,美軍在阿富汗的行動 至少消耗了美國納稅人2.4兆美元 再加上由於長期幫助阿富汗的政府 去對抗塔利班的組織 都令到美軍的傷亡人數不斷增加 所以美國政府面對資金不斷損耗 美軍不斷傷亡 甚至在美國民眾輿論壓力的情況下 最終美國政府決定將美軍逐步撤離阿富汗 然後將對付塔利班組織這麼神聖的任務 交給阿富汗的安全部隊 同時美國政府都知道 萬一他們真的撤軍的話 基本上靠阿富汗政府的安全部隊就真是混蛋了 所以之後美國與阿富汗添付了一項雙邊安全協議 美國承諾即使之後真的撤軍 也會對阿富汗政府的反動甚至軍事作出支援 而另一方面 美國曾經嘗試與塔利班組織作出談判 到了2020年 美國與塔利班已經成功簽署了一個 《結束阿富汗戰爭和平協議》 當中主要是提及到美軍將會逐步撤離阿富汗 而塔利班組織也承諾不再針對阿富汗政府發動恐怖襲擊 而另一方面 塔利班組織也同意釋放一班阿富汗士兵 來緩取阿富汗政府手上的塔利班囚犯 正當以為大戰爭的結果的時候 當時阿富汗政府就拒贏 拒絕釋放塔利班囚犯要求 最後正式為了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的談判破列 然後塔利班組織也繼續發動恐怖襲擊 攻擊阿富汗政府 再加上美軍就在這個時候不斷設債的情況下 令塔利班的組織有機可乘 推翻整個阿富汗的政府 我想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就跟大家簡單地說一下 這件事上 為什麼台灣組織可以輕易在短時間推翻阿富汗政府呢? 我個人認為主要是有三個原因 所以第一個原因就是 美國對這次的局勢嚴重錯判 即是不要說我經常吵架中國 而好像偏打美國似的 但在整件事中 我打到美國最險有兩次判 首先要說起2001年美國的舊一件恐怖襲擊事件 即是由你決定向當時的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權發動攻擊的時候 真是難聽你說一句 你們美國都只是想幫自己報仇 但扛你有街角真的吹哄到什麼打擊的恐怖主義 所以就對當時的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權發動攻擊 TOTION 可能你們當時會以為 憑著你們的軍事實力 就一定令我塔利班的人屈服 所以就到他們的發動攻勢 就打算他們會交出拉丹這個扛街出來的 江湖規矩 隻臭隻 但你怎會猜到塔利班政權被推倒之後 這群組織居然去了一些偏僻的地方 甚至是深山的地方 他繼續用一個遊擊方針對付美軍 然後證明阿富汗遲早出現紛爭 這就是美國第一個誤判 第二個誤判就是 我剛才跟大家說過 在2022年的時候 美國跟塔利班簽署一個和平協議 當中美國決定將美軍逐步撤離阿富汗 同一時間塔利班的承諾不再對阿富汗的政府作出攻擊 但是後來塔利班打破了這個承諾 繼續向阿富汗政府發動攻勢的時候 但美國依然都是 同一時間他們繼續盲目遵守這份協議 去撤離那群美軍 再到最後 令那群不守信用的塔利班讀者 就有機可食 其次的原因就是 以往阿富汗政府對外國的長期依賴 我剛才提及過 其實自從美國因為91事件 而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作出攻擊的時候 其實美國甚至國際社會都對阿富汗政府提供資金 甚至是軍事的資助 所以一直以來 阿富汗政府依賴這些外援資金發展經濟 再加上軍事方面 長期以來都是依賴美軍對付塔利班的組織 所以令阿富汗政府以往20年 都是處於被保護的狀態 所以當美國政府決定將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時候 令阿富汗政府的反抗甚至防禦能力大大下降 所以就令那群泰國的組織可以承虛而入 最後第三個原因就是 阿富汗政府的腐敗 雖然以往阿富汗政府都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資助 但在舊之前 阿富汗政府已經被傳出有幽靈士兵一件事 即是說阿富汗政府所公佈的軍隊人數 遠遠低於實際人數 再加上早前阿富汗政府的官員 一直被批評貪污腐敗 管治無能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下 就令那群士兵的士氣大減 甚至帶著一大堆武器叛徒 更加加在泰國的組織 根據在2015年全球聯結指數的自創 當時阿富汗的排名是排名3 抱歉抱歉 所以當地的政府在貪污腐敗的情況下 令到泰國的組織有機可乘 就可以在短時間內攻陷阿富汗政府 好,那今天最後先 在這件事上 你可以說是阿富汗政府的錯 又或者是美國的錯 但公道一點 美國始終加加地都是世界大國 所以很多時候大國都要負上 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 之後又不斷為新成立的阿富汗政府 提供資金甚至是軍事援助 所以我覺得這些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但我覺得最混蛋是 即是某些國家明知道這群人是恐怖分子的情況下 都依然繼續跟他們開交 我只能夠說 這些是被禽獸、緊禽獸的行為 其實這件事之後 大家都不能看到泰類班的發言人 都出來說到 我們已經不是以前的泰類班了 我們現在會很尊重女性 很尊重當地的人民 但最近在網上也不斷看到 很多阿富汗的人的驚恐 甚至看到一些開槍的畫面 都理會我突然覺得 為什麼泰類班的人說話這麼熟悉的表情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觀眾也不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